主播觀眾在今天抗議天往柯四海是被發現說 沉屍在台北市北投的前山公園旁 而他其實在鄉行車上是已經住了三年多的左右 但是他昨天是跟姐姐說他有跌倒 但是因為沒有任何的外傷也沒有感到不舒服 因此姐姐是告訴他要去就醫 但他是覺得是沒有關係的 沒想到在今天早上姐姐要再關心他的狀況 確實沒有接到他的電話也聯絡不上他人 因此就跑到他常常住在的公園旁 但是發現說他已經倒臥在車上身體是僵硬了 是已經叫不起來的 也因此說是趕快來打電話給警方跟消防人員 但是已經明顯的死亡身體也僵硬了 因此是直接送來殯儀館 而且是上一次柯四海的出面是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那因為有一個因為違憲的關係 他說不能夠用強制工作來要求他們要強制工作 因為已經服刑了他表示說是不能夠來強制工作的 也因此說其實在去年十月這個違憲是已經成立了 這也成為他最後一次出現在鏡頭前 過去他其實常常出現在媒體的背後 因為他就是抗議天王所稱 只要有人要開記者會 他就在後面舉牌因此而注明 但是沒想到他今天卻是直接在公園旁邊 就結束了他短暫的一生 那身為掌握到今天情形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